黃世傑一定要在陽梅 得到大家的支持喔 好不好 親自充桃園站台 立體自家立委 賴清德大讚黃世傑優秀 要大家都支持 但沒想到現在卻被爆出 兩人在桃園市觀音靜總 與信賴之友會觀音分會幹部 涉黃涉黑海涉灘 議員許根生 擔任觀音競選總部總照 卻被地方人士爆出 經營有女陪式的酒店 出入複雜 甚至有客人在店內吸毒被帶 大陸是以前的事情 對它是非常的不公平 而擔任觀音區 晉總主委的前觀音鄉長歐秉承 還曾涉貪入獄 上節目暢聊如何改善地方問題 法院認證貪污的他 2011年擔任鄉長時 更改會議 賤賣土地 2019年8月入獄服刑 議員職務也遭解除 目前還在假釋期間 卻替高喊排黑的賴清德公開站台 就連信賴台灣之友會 觀音分會的會長陳國舟 都是黑道 舞台上跟賴清德年提提 主聯邦捍衛隊成員陳國舟 還曾因為以宮廟建教名義 要求鄉親每戶捐款三千元 遭指控是強迫不樂之捐 鬧上新聞 蠻雙標的 開黑條款嘛 然後結果他的幹部吃黑道 彈何誠信 民進黨很常被抓出來 有黑道或是女陪式的事情 蠻不意外的 8年以來已經蠻麻痺的 民進黨爭議連環報 進總幹部 民間後援會 涉黑涉黃又涉毒 總統大選將至 有沒有雙標 選民自有公道 借了李琴一彩山藏報道 張紅 字幕志愿者 李琴一彩山藏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琴一彈 旦失瞰 黃 紙